港股上周继续回升,恒指上周四最高见26359点。可惜未能企稳26000以上,周五收报25902点。 相比前周上升494点。升幅1.9%。是连续第二周上升。国指上周四最高见9494点。周五收报9292点。按周升3.7%。也是连续第二周上升。科指上周四最高见6908点。 周五收报6729点。一周升幅达6.4%。A股上周表现分化。上证中指和互深300。按周分别升1.7%和0.3%。 深证城指按周却跌1.8%。8月份财新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,PMI,双双跌穿50。 是至2020年5月以来首次落入收缩区间。 官方和财新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均显示。受疫情反弹影响。中国总体生产经营活动总量重现下降。但数据并未对A股构成太大影响。 美股上周亦表现分化。道指按周跌0.24%。 纳指和标准普尔500指数按周却分别升1.6%和0.6%。 美国8月份非农职位增加23.5万份。 远低于市场预期的72.5万份。 失业率则从7月份的5.4%降至5.2%。 符合预期。8月份就业数据远比预期差。或将影响联储局缩减扣债的步调。时机和规模。反而有利股市。 说回港股。行指自7月初展开跌浪以来。每次反弹都受制于20天线。 但这次反弹却能成功突破20天线。并已连续三日起于其上。 加上10天线有望升月20天线。形成黄金交叉。 相信这一波反弹仍未完结。只要不跌穿25,700点。 行指有望尝试26,500点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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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付全部跌穿造成�00顷� memory。 行指不穿起导玉环 wipe brands。 感谢观看